這個東西呢,其實我當初要做的時候,是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專案,叫鄉民風水師 之前有來過的人會知道,那我再講一次,就是鄉民風水師,你們現在如果上Google搜尋的話會看到有一個網站 然後它可以看台灣有哪些凶宅這樣,然後當時我做的時候,其實做到2016年我就沒有再做資料更新了 因為那個我用了工人智慧,所以要增加新的凶宅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因為目前我知道只有三個來源可以讓我得到新的凶宅資訊,一個是新聞,一個是台灣凶宅資訊網 然後第三個是法務部執行署的法拍屋拍賣資料,但是因為法拍屋的拍賣資料它並不是每一個法拍屋都是凶宅 所以要很認真去看,然後這個資料最麻煩是它是一個很特殊的純文字檔 然後用純文字的字圓去湊出一個表格,所以其實拆那個檔案也是很大的負擔 然後我就想,為什麼沒有人要做新聞爬蟲的套件呢? 因為如果有人做的話,就可以很輕鬆的去自動化的取得這些資訊 然後我就想,欸?我剛剛講三小 沒有人 啊,糟糕,好吧,那就自己嗑一個 所以平常不要亂說話 好啦,那因為要科了,然後我希望這個新聞的爬蟲可以這樣用 就這樣子寫一些簡短的程式,然後就可以去猜出這新聞是哪一家的 然後標題是什麼,日期,記者,內文 然後我就可以去分析說它的 下面統計的那個有效內容率是 這整個新聞的HTML碼裡面有百分之幾的東西是我會揭取出來的這樣 好,然後做一做覺得,嗯,就,那個,錢好少,然後怎麼辦 然後能不能把它敏捷開發變成發財開發呢? 然後我就做出來了欸 我就衝麻麵好吃 然後為什麼發財了呢? 因為我有去抓那個幾保中心的資料 那幾保中心它每個禮拜六早上都會出一個股權分散表 然後我就把那個股權分散表 因為幾保中心的股權分散表它只提供當週不提供歷史 然後我就從二月份開始 默默的每一週都抓下來 備份!我就有歷史了 然後就抓歷史抓著抓著 我就用這個歷史去看說大戶到底在做些什麼事 然後我就在七月底的時候買了大量的00677U 然後我就在這個圈圈的地方 00677U大概漲了百分之二十幾左右 然後真的是發財開發 那我還需要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發現很多專案都需要沒有人的資源 那我就不強求再跟別人爭能力資源 所以我希望有人願意來用這個專案 然後也接受大家來這邊開issue 然後告訴我說還有哪些東西你們想爬 那為什麼我希望用這個套件來爬 而不是大家每個專案各自去寫爬蟲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過去寫爬蟲我發現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很多人都在寫一模一樣的爬蟲 這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雖然有些爬蟲別人已經寫過了 但是因為那個網站可能它改版了 所以原來寫的爬蟲會失效 所以為了這一點我自己寫的這個爬蟲 我每個禮拜都有自動化測試去測說 我的爬蟲這禮拜還能不能動 那如果不能動 我就會讓它變成能動 例如說前陣子那個蘋果日報的網站有改版 然後改版以後我的爬蟲就失靈了 那我就要去把它的網站的那個HTML結構再看一下 它調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再把這爬蟲改到可以相容它新版的網站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願意許願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能夠用單一爬蟲來爬的話 事情會簡單很多 而且大家可以節省勞動力去做真正有生產力的事 然後再來是如果大家願意用了 那我希望用的時候可以告訴我回報錯誤 或是只有按一顆星星也好這樣 好然後希望這可以變成各位沒有人的共享資源 好那安裝方法很簡單 PIP install TW News就可以了 我已經寫成拍拍套件了 所以如果有寫Python的人可以直接很簡單就安裝好 好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